Odio Jungle Odio Jungle 人民日报海外版台北4月19日电4月18日 大陆在台湾海峡一侧 也就是福建泉州外海举行实弹射击 有台媒观察说 这是近年大陆在台海最高调的一次军演 百名了事件指台独 台当局行政院长赖清德连日大放厥词 声称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中台办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以他就是个台独来回应 并明确表示 举行军演就是为了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18日军演引发两岸高度关注 外界注意到 大陆空军近日连续组织多型多架战机绕岛巡航 并且还将继续组织战机绕岛巡航 检验实战能力 舆论认为 这是大陆对赖清德台独言论 以及岛内台独分裂活动进一步发出警告 针对性十足 记者18日在台北打开电视机 发现岛内对军演相当关注 有媒体派出记者到军演外围现场时机 详细介绍演习细节 并点名演习就是警告台独 这两天恰逢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出访 当局有关部门 表面上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用力行性军演来安抚民众 至于赖清德 却开始神隐不言 力行性还是针对性 要看具体情境 对照2015年9月那次台海军演 相近的地点 同样的军备与同样的操演形式 两次实弹射击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此前两岸关系好 所以双方都称是力行性测验 但将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认为 这次军演和1996年的台海军事危机比较 两者在实际上有若干巧合之处 都是台独言论甚嚣尘上 以及台湾即将举行选举的关键时刻 可以说 赖清德是唯一敢放胆在立法院背询 自称是台独工作者的政治人物 也成为继李登辉 陈水扁之后的新一代独派教主 今年以来 岛内独派声音越叫越响 先推台独公投 又推正民公投 意在改变台海两岸的现状 考虑到大背景 这次军演可谓针对性十足 发出明确信号 当然 台独分子之所以蠢蠢欲动 是仗着背后有人 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了牵制和围堵中国大陆崛起 而大打台湾台 解放军此次台海军演也是警告预外势力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讯息 否则必会引火烧身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御资深研究员西斯分析 从军事角度讲 解放军是在展示其随时可以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的能力 从政治角度来说 这项演习可能是在传递对美国中国政策的不满 美国学者葛来尼17日警告说 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 此次军演对美台发出有用的信号 不要挑战中国的主权核心利益 也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任何红线 赵春山认为 台当局也不要过高估计美国的支持 见往可以至今 1996年的台海危机并未使台湾获取重大利益 美国克林顿政府不但在1997年 与大陆建立了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并且在克林顿于1998年访问大陆时 提出了对台湾极为不利的新三部政策 即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湾独立 以及认为台湾不应加入任何 必须以国家名义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还会有后招有涉台专家说 这次大陆有意选择在距离台湾较远的全州市外海 进行实弹演习 如果赖清德等台独分子 继续挑战两岸关系的底线 大陆必将还会有第二波或第三波的军演 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表示 虽然目前各界都聚焦在48军演 但这场实弹军演只是小菜 台湾方面要小心的是 大陆军舰日后可能仿效美军的航行自由 随时随地现身台湾家门口 就战机绕岛巡航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也在19日表态说 台独分裂活动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 两岸同胞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言行 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联合报发文说 两岸风云集 在个人主张与虚恒现实之间 赖神赖清德还了森听吗 毕竟 一个诚实而坚定的台独工作者 以一己之私把台湾带向倾斜而危险的境地 岛内清醒的民众自然会提醒他 莫作一个鲁莽而不负责的行政部门负责人 修理工具多的是台湾中国时报刊文认为 岛内一直朝向军事面解读 让民众忽略大陆借48军演所传达的政治面信息 这才是真正的警讯 澳门理工学院名誉教授邵宗海表示 看军演要看他背后的政治意义 从国台办的表态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除了军事上 经济 文化 国际空间等 大陆设台工具箱里 有的是修理台独的工具 台湾国政研究基金会 高级助理研究员谢志传认为 军事演习只是一个开端 台国际空间与邦交国 也可能受到影响 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 5月21日 在瑞士日内网召开 但台湾至今仍未收到出席邀请 在两岸关系如此紧绷之下 能不能收到邀请函答案 已经不正自明了 台湾没有和对岸进行军事对抗的本钱 赵春山呼吁 为了台湾生存和发展 台湾任何执政者 都不应以台独来挑战大陆 美国不会为台独付出任何战争的代价 台湾应该要懂得如何趋吉避凶 任成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了一位 感谢观看